以玉石社区特色水牛为搭配快乐的歌曲 回忆农村的景象 乔屯镇玉石社区有三次热灵活力秀的经验 并且都获得不错的成绩 今年将代表南投县参加长盛君主的比赛 捷耳客家的舞曲快乐耕田人 回忆农村景象 再来是以快乐人生 就是人生爹爹快乐要自己穿 因为我们有世代融合有小朋友参加 所以我们以现在的黑桃A比较流行的音乐运动舞风 这样跟阿公阿嬷一起来跳 大家更快乐 比赛在即社区也特别加强练习 适逢暑假期间 小微星计划的小朋友也一起来参与 让老优共乐共学共荣 期盼在全国总决赛的舞台 修出最佳活力演出 比赛像我们团圆的身体 身体比较好 小朋友很出名 还很外出 这外出 来跳舞 来比赛 算对身体很帮助 很好 很开心 因为有一天阿公阿嬷会跟我们去比赛 社区表示 透过赛程的举办 凝聚社区相信力 也激发引发长者的创意活力与学习力 参与的长辈们与小朋友们 不仅拉近彼此的距离 在共学共舞与共班下的互动 更借由练习达到运动与健康的目的 那其实重点也不是说 在于说他们会得名次 还是怎样 就是大家可以很快乐 要有一个舞台 那也让大家就是老幼可以共荣 然后互相去配合这样子 然后让他们有一个出去走一走的机会 我们这一次也是把我们的律史社区的特色 有牛 然后以前都是纵产 因为现在都退休了 然后就是要有快乐 每天都要快乐 可能以后就是超高龄社会 那再来就是小孩子 所以就要学会跟上潮流 跳黑桃 然后跟小孩子一起就是共乐 然后共学 运动是可以维持长者健康的关键 长者活跃老化 竞赛活动 则提供一个良好的舞台 让长者可以获得身体 心理及社会认同的好机会 长辈们的心情也是满心的期待 记者洪一轮 草屯镇财宝报道